这新冠到底有没有后遗症啊 要看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有 不是这里说有了 这里说没有 这个说有 不过这是七月份发表的 人家也可以解释那时候毒性强 所以那时候有 那个时候有 而这个时候呢 就没有了 这个说没有的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叫中山三院的丛宇田 是教授 他说目前学界 并未确认新冠肺炎有后遗症 至少尚没有证据表明 有后遗症 那么会不会二次感染呢 从宇田首先表明 康复者对病毒有抵抗力 在短时间内 对同一种病毒株而言 不会二次感染 但新冠目前感染后 免疫时间有限 不是终身免疫 随着时间延长 有新毒株出现 应有可能感染 但感染的机会会变小 大概在三个月左右 不会再次感染 超过这个时间 有新的变异病毒毒株了 还是有可能会感染的 至于再次感染后 症状会不会变重 从田与坦然 目前国内没有出现 一个地区两次感染的 这个大规模的感染的情况 所以说没有观察数据 到底有没有后遗症 这里就说有 这里就说没有 就说有没有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